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它在原化中并没有被归为肉土 而是单列的实验体 形成的原因我们已经清楚了 是灵源者计划失败的场物 把这些信息集中 首先 伽利博士使用生物铠甲进行人体实验 这个铠甲会吸取人的生命原质作为动力源 同样 穿戴铠甲会导致自身发现不可逆的异变 所以这些实验体有的出现了铠甲 有的变成了怪物 这也说明为什么只有净化人类才可以使用生物铠甲 因为普通人根本无法在这种异变下存活 现在看来灵源者计划是为了让人类适应地面的环境而创立 穿戴铠甲并不是让普通人有着比拟世纪兽的实力 而是要让他们自身能够适应马纳生态 玲珑真的是一环扣一环 建议再次把戏打在公屏上 我们接着看回第九集 猎荒者在仓库搜集药物 一闪而过的标签 二号基因加索开启剂 下一个标签 区化因子五因子突变剂 我们再看回第八集地面的杂志 ASH近日接轨各大医疗机构 右边是英文全称 A8-8-8-S-8-8-H-8-8 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高级物种 说明净化人类在旧世界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净化人类接轨各大医疗机构 如果这些人全部变成怪物 那么造成的影响 会导致全世界范围的医疗直接丧失智能 这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 为什么这个公司如此的混乱 纸币也到处飞 第一批市集兽 如果是这样改善并融合其他物种基因的人突变而来 那么完全合理 毕竟之前加利博士的实验体 包括马克 就是一个突变进化的例子 我们回到第九集 这里出现了非常罕见的吸壤 吸壤进入机器人体内控制了机器人的行动 这相当于是利用自身覆盖了机器人的关节 从机器人小剑也得知这确实是搬运机器人 那么公司内这些堆积成山的机器人 也应该是吸壤导致 吸壤到了一定范围外 就无法识别到生物信息 也说明为何这大量的机器人 摆出这种抓取抢夺的姿势 人类逃出了吸壤范围 吸壤无法追击 这些机器人自然也停止行动 生物公司内人类害股都没有集聚 也是因为被吸壤吸收掉了 从吸壤的情报图可以看到 它通常只存在于马纳之花附近 说明这家生物公司确实在研究马纳之花 后面猎荒者死亡的画面我就不放了 但是有一点 那就是上级发现克隆体乔马克的人 并没有死亡 接下来菊花兽跳舞是重点 我们先看它的身体后端 释放声波 会让人无法移动 随后小世界兽起舞 开始吸取周边生物的生命原质 除了站的比较远的飞雪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 但是马克已经在慢慢适应这种状态 看过之前视频的小伙伴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了 没错 就是催眠 这是不是和催眠一模一样 如果没有飞雪 那么所有人除了马克 会在这种催眠的状态下被活活击死 世纪兽是进化人类突变的 已经基本是谁 那么在还未真正变成世纪兽之前 使用这种催眠手段 应该不会像菊花兽这样暴虐 而是用缓和的方式 所以第一集那些边台恋爱 编辑吸取生命原质的人 他们的行为就可以说得通了 我认为所谓的催眠大师 指的就是这种进化人类 这种人用催眠的方式 吸取普通人的生命原质 所以才被世界通缉 与尖端科学家 损害国家利益的领导人等 作为同等级的存在 被收监到了最高监狱之一 灯塔 从这些细节 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 救世纪毁灭的真相了 随后雪峰用鼓刺 闯入世界兽的核心 让他真正意义上了死亡 之后马克留下断后 与菊花兽决一死战 第九集到此结束 总的来说 第九集的信息量 要结合之前所有的技术进行分析 第一 揭开了第一集 奇怪的肉图死亡原因 菊花兽的催眠 并不是释放新红素和绣物 所以戴防护面罩并没有任何作用 第二 向我们暗示 救世纪已经存在进化人类 进化人类已经遍布全球 这也说明为何现在的地面 世界兽如此之多 第三 生物公司是灾难的源头 在地下都市发现 马那之花 利用动植物基因 结合马那研究进化人类 导致旧世界彻底毁灭 这一集算是给我进行的解惑 让我对玲珑的世界观 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 大家认为旧世界 因为生物公司的进化人类毁灭 是否合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一一回复 那么还是一样 本期视频 点赞破2000 马上更新 不过也更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 你们的三连 会让我的视频 被更多人看到 也希望大家可以这次一定 我是坦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